说起伊拉罐,大家对她的印象就是扔掉的废品 而在四川成都,名叫燕红的80后女孩 却用13天时间让18个伊拉罐华丽变身 成一顶精妙绝伦的京剧凤冠 近日,记者在成都市皮都区燕红工作室 见到了这位特殊的女孩 据燕红介绍,如一传,香蜜沉沉浸如霜 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等大热古装剧里的 发官、头饰、耳饰等都被她一双巧手复制出 精美同款 看着一件件精美的作品 很难想到她曾是拿着注射器 从事医护行业两年的白衣天使 至于为何其一从意 燕红坦言,她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 医院里的人间疾苦会容易让她想太多 经常加班熬夜,然后压力也比较大 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想着 就觉得我现在是这个样子 可能我十年以后,我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当时就想到,我究竟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从燕红手中诞生的精美头饰 制作材质大多极为亲民 她用小朋友做手工常见的扭扭棒 仿制出了银席攻略里的绒花 以山海经中的神兽孵珠为原形 用热绒胶设计了一款形似白露的古风头饰 19元一平方米的铜网 经过改造,形成仿花丝镶嵌护甲 无数环保或废旧材料被它变废为宝 我们为了去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已经不是那种材料路线 已经不是走的那种形状路线 我们走的是那种我要什么的感觉 我可能用不同的材料去表达它 所以我们现在做东西的话不受材料的限制 所以我们想要做到你想要表达什么样的风格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去钻研出对应的材料 从两年前还什么都不会到现在 是播放量突破千万的大声up主 燕红的一鸣惊人是天赋热爱与坚持的合成 得到粉丝热捧的同时 燕红也因使用热绒胶和制作技法的不专业的遭遇一些质疑 为此燕红专门到重庆学习花丝镶嵌的传统制作工艺 还拜中国著名化妆造型艺术家杨树云为师 想要学习更加专业的制作技法和国风装造 我学会来了以后 然后杨老师就对我说 他说你要坚持自己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别人想希望看到的一些东西 说并不是那种传统的那些东西 而是你的创意 你能够变废为宝 你能够利用身边所有的材料 去做一些天马行空 别人办不到想不到的事情 这个才是你就是说真正的你自己 如今燕红的海外粉丝数量越来越多 与海外品牌方也有了合作 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样他也产生了一种使命感 燕红表示 只要有可能进步和学习的机会 他都愿意去交流和尝试 今后他还将学习更多专业技法 将作品更好地展示给更多人 让更多人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